小人行走江湖数年 见过形形色色的女子 但唯独郡主 令吉充敬佩 头一次见她 是一身高雅华服的千金小姐 面对一群训练有素的官兵 冷静从容 指挥若定 有着完全不输男子的气概和谋略 再一次见她 郡主对我这个江湖人 没有偏见 反而愿意和我做朋友 而这一路上 郡主对渤王殿下用情置身的付出 殿下假装视而不见 但是小人 却感同身受 本王没兴趣了解 你与马摘星相知相惜的故事 你与马摘星相知 既然殿下已经知道 她是小人的朋友 那小人 就一定会保护好的 告辞 你说我怎么总是在你为博王哭的时候 解纳你了 我以为我不会哭的 是我自己要离开博王的 是我自己要离开博王的 可是 我的心还是好痛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会因为心痛而死 痛到底 你 你就会忘记博王了 这根本就不是红绳 是枷锁 现在枷锁断了 你也愿意离开博王 不如这样 你就学学本大爷 活得潇洒自在 活得潇洒自在 无忧无虑 管他什么破婚约 什么朝廷责任 全都破在脑后 就算你把枷锁弄断了 但博王还在 陛下的婚约还在 朝廷和马家军也都还在啊 总有一天 我还是要回去的 我还是要回去的 从这里到奎州城 走到那儿 得走上三天三夜 我知道前面有几家客栈 不如 我们趁太阳下山之前 住在哪儿 养精虚锐一下 别回头看了 抬起头 往前走 你可是勇敢的马摘星 还是要回来 快走吧 天马上就较黑了 来了